轉購小貼士 浴室寶和抽氣線 抽氣線作用 抽氣線主要是透過排出室內的空氣達至抽濕和通風的作用 抽氣線市面上常見的包括掛牆式、窗口式和天花式 其中掛牆式和窗口式較常見於家居 而且排氣能力都比較強 浴室寶作用 浴室寶結合了抽氣線和加熱氣的功能 令浴室在冬天保持和暖 都方便會在浴室浪山的家庭 天花式的優點是會有更平均的氣流效果 乾衣功能比較平均和有效率 但需要額外接駁風管到室外 名次一般是指有窗口的廁所 而窗口式必須是要安裝在窗口的 如果浴室沒有窗的話 我們便稱為黑廁 這種廁所便無法安裝窗口式的浴室寶 窗口式的浴室寶安裝無需接駁風喉 但用戶緊的要先量好尺寸 掛牆式可以直接安裝在牆身 設計上可駁風管到室外 大部分浴室設計都適用 移動式完全無排氣功能 所以不會局限其安裝的位置 可以用掛勾直接掛在浴室或廁所 而浴室寶亦可配備可擦式金屬架 用來浪乾毛巾或一些小衣物 甚至可以放在其他房間當暖風機 及促進室內空氣循環 因為移動式浴室寶使用一般13A電 即是一般單數便可用來供電 無需電供安裝 但相對地暖風及乾衣功能都是最弱的 浴室寶和抽氣線的安裝位置 在抽氣線安裝方面 窗口式和掛牆式的安裝會較為容易 主要安裝在窗口玻璃位置 天花式安裝費用較高 在安裝時需要預留天花距離10至12吋的高度 以及排氣管管位置 天花式大多會配合假天花使用 但排氣管未必能讓假天花完全遮蓋 所以注重美觀性的人便要留意了 浴室寶和抽氣線的耗電量 抽氣線一般5至35W 使用13A插鬚位便可 浴室寶的電供率比較大 如果電供率超過2600W 就需要使用20A的電鍵 並且要從電商獨立拉條電線給浴室寶 浴室寶開關鍵是使用曲架鍵 表面上與一般開關鍵無分別 但實際上是不一樣的開關鍵 所以如果決定使用需要20A的浴室寶 需要接線去到制面 在裝修前期夾水電便記得與裝修公司夾定 浴室寶和抽氣線的功能 在抽氣上抽氣線會比浴室寶好很多 一個8吋抽氣線的每小時換氣量 大概是窗口式浴室寶的3倍 而比較不同類型的浴室寶 天花式浴室寶在暖氣分部 會比窗口式或掛牆式平均 亦更快達到乾衣的效果 如果只是為了保持浴室的乾爽和通風 建議選擇抽氣線 省錢又省點 如果是著重浴室乾衣功能和保暖 可以視乎浴室情況 選取合適的浴室寶 但浴室寶的抽氣功能始終比不上抽氣線 如果又想乾爽又想保暖 可以同時在浴室安裝浴室寶和抽氣線 當然浴室亦都需要有同時可以容納兩部機器的位置 現有客戶referred bonus 現有客戶每介紹一位 每簽單超過20萬 就可以得1000元現金券 比例無上下 還不快介紹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